今天这些小编墓都已经满月了 现在咖啡长得个子最大 这只小狼狗它是肯定有问题 我妈每天喂它个五六次 就是人工喂养 它也不长个 然后听觉了视力了好像都有问题 这个狗 小可怜 那个求救也不喂它 如果是让求救喂 这个狗早就喂死了 就活不成 可能是它感觉这个狗也是不正常 所以求救也不喂 你别咬我的脚 别咬我的脚 这只狗就自己留着了 它们的牙都长出来了小青牙咬的比较疼 这八条狗的花色都没问题 主要是看它的品相 骨架 体型 主要看这个呢 现在长得都比较好 除了这一只 最小的 这是咖啡 这个咖啡是长得最大 它现在颜色还是有点深 可能会慢慢会变浅 会慢慢的变黄 这个 这些小边木刚生的时候 就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我 想要定一只 我都没同意 因为太远了 我看有西藏的 云南的 贵州的 就什么地方的都有 我都没同意 所以我还是抱着这个原则 就是就近的原则 如果是离我这比较近 想定的 现在已经满月了 可以给我留言 现在 咖啡 跟这个金边 是已经被 别人定过了 咖啡是海风哥 海风哥要 他下个月就过来带 专门从深圳 开车过来 把他接回去 还有 来 还有这个 这个 小白狗是最后生的 它不是白狗 它是一个浅色的金边 并且它是个母狗 个子长得非常大 已经跟 比这些黑白花 个子还要大呢 所以这个狗的品贩也是一流的 特别好 刚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幽灵边墓呢 结果长得 你看 现在颜色 已经变了 它是一个比较浅颜色的金边 不是白 不是白狗 还有谁没唱 还有谁没唱 这唱得清呀 不知道谁唱谁没唱的 天机好 让他们出来跑一会儿 来 过来过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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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在太阳 来吧 哎 这个下来啦 这个下来啦 亮指 那几个胆小 这个胴还挺大 这小不点 胆比遥大 看小不点跟那个狗个子差多大 差别太大 这几条小奶狗都已经插过了 垫子也给它换了 一会儿都干了 不愿意出去 不敢出去跑 好了 这期视频就更新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看这个多小